今年最遺憾的三部劇 由於各種原因未能播出 超戰餘生霸榜 2021年轉眼間進入尾聲了 今年不乏精彩的大製作 有兩部評分在9分以上的劇 山海情和覺醒年代 但更多的是一些爛劇 又介有雷的特別多 很多人已經吐槽過了 今天小編想和大家談的 是今年因為各種原因未能播出的三部劇 甚至成為粉絲心中永遠的遺憾 3. 藍艷突擊 藍艷突擊是一部關注消防員工作生活的作品 很多人會聯想到你好 火焰藍 該劇拍攝於2019年 由古裝男神任嘉倫和女星陳小雲共同主演 但殺青之後就沒消息了 甚至粉絲們都忘了 今年該劇拿到了播出許可證 但沒有任何播出的消息 預計在明年上線 在三部劇中 該劇前景是最明朗的 2. 青山行 青山行是近年來小數S級古裝大製作 楊子出演女主角 男主則由某吳亦凡出演 吳亦凡和楊子在拍攝時都是一線明星 這部劇又是一個大 甚至粉絲還為此詩過範圍 然而 現在吳亦凡已經不是明星了 明星照了劇也良了 本該今年播出的 現在無限期推遲 完全出了男主戲份重拍的消息 1. 餘生請多指教 從這部劇的宣傳效果來看 吸足了粉絲的眼球 超戰為數不多的現代劇 和楊子的感情戲十分亮眼 可以說是今年的爆款預定 然而戲劇性的是 這部劇的播出日期一推再推 官宣播出都能切當 未能播出的原因 同樣和男主演有關 目前 這部劇明顯能不能上線 還是未知數 你怎麼看這三部劇呢? 歡迎下方留言 期待你的神評論